簡介一下 今天我們來到東海棠吃個早餐 他們的早餐是很街坊街坊的街坊生意 我們點了一個薯酸肉鮮米 和一個沙爹牛肉河粉 現在看到在座的 都是吃一個快的早餐 因為座位都蠻逼夾 不是很鬆容 特別現在是繁忙時間上班 每個人吃完早餐就開工 看到現在的生意不錯 服務就沒有什麼態度 因為你都好像餐廳那樣 給完錢之後坐座位 待會有東西準備好就會拿出來給你 就是這樣 就是半餐廳 看到員工全部都是熟口熟面 都做了很多年 現在的 也好 在附近有一個街坊生意的麵包店 連著有些粉麵的早餐 還有那些粥粉麵飯 粥好像沒有 只是粉麵飯那些東西 是出得挺快的 趕時間就對了 說一說 那天在蕭先生聚會的時候 那天一入四 大概五點鐘 一入到甘廷宴那裏 見到一條人龍 那條人龍牆 我想超過 有一百人 說你信不信 真是一百人 當然有很多人還坐在這裏 很多朋友就買了那些書 或者買了T-shirt 拿著一些紀念品 排隊登簽名 我見到多數都有買書 因為我見到過去簽 都是簽過名之後 你交部手機給工作人員 他幫你按掣拍 他幫你開機拍 拍完之後給你 但一百人差不多一陣子 一個小時都可能要 九個字 因為很多人過去不只是拍照 還要聊天 蕭先生你好 我很喜歡你 即是他講完話之後 有些講得長 有些講得短 所以我們沒有去拍 另外一個小插曲 我們大小姐 和T先生一起去 我們同台裏面 都是香港人來的 有聊幾句話 大家都在同台吃飯 但到最後 到我們臨走出門口 因為大小姐說 我們有個多倫多生活日記鎖匙扣 不如送給蕭太太 讓他交給蕭先生 我說行不行 大小姐很大膽 拿了給蕭太太 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同台的朋友就認得 咦 為何這個人有多記鎖匙扣 然後臨走的時候 又過來說Hello 你是不是處長 我也跟各位朋友說Hello 好 我們的食材 上了 這個沙爹牛肉可粉 都頗帥 還有雪菜肉絲米 都是合格的熱鬧鬧 開餐 吃到現在先說一說 因為奶茶都頗好 都無懈可擊 但我叫做的沙爹牛肉 那個牛肉的沙爹味是不錯的 挺香的 可粉是正宗的廣東用的 可粉不是越南式的 我比較喜歡 它肥脆脆的 有咬口 但雖在是牛肉 牛肉很韌 有點像橡膠 咬了一輪 所以有些我都放棄了 牛肉就要注意一下 旁邊那碗雪菜肉絲米 都應該不錯 它喝到底 後來我猜到最大的勇氣 再試多兩塊牛肉 有些是不錯的 所以很不穩定 是有幾片牛肉 是特別韌皮的 我們的總消費是十九個多 兩個人 現在麵包平均的價格是兩元兩毫 是有幾片牛肉 沿途我們走 拍攝前面的雲 給大家看看 亦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現在的楓葉的變化 今天是八號還是九號 差不多 十月九號八號 我們走的是404公路 沿途看看楓葉變了色味 很多人都會緊張 有得看楓葉味 又怕上去的時候 是白走一槍 我們盡量掌握幾個時刻 有些風業是更漂亮的 或者狀況給大家看 現在上去New Market 現在走到比較開闊的地方 就是404和Green Link的範圍 我仍然是拍攝那塊雲 那塊雲我覺得都頗漂亮 再上一些 由404上到盡的時候 就是Keswitz的地區 樓市都頗好 因為如果你要走404 你過了Green Link之後 其實就已經不太塞了 如果你真的想住New Market 本身你要塞404 你已經塞了一大段路 如果你過了之後不塞 其實那段路就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Keswitz的地區 就近一個湖 住起來都去過湖邊走走 都深降神異一些 沿途有少許樹的地方 我都開鏡頭 希望大家看看 在這個日子 到底風樹變色變成怎樣 我們亦有些朋友 在搭火車上來的時候 在紐約搭上來的時候 都說看到其實沿途 看不到什麼風樹的景 因為樹都是未變色 現在這個鏡頭 我是用了這個 zoom 去三倍的距離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容易看到一些樹 不過我看到有些樹葉都落了 先換個鏡頭 這個就是剛才乘三 這個就是一 即是正常鏡頭 所以樹比較小一點 現在這段就是highway400 一直到差不多是Cookstown 左右的道路 大家可以沿途看看這些風葉 你又覺得顏色夠了嗎 其實我覺得還未夠 但是真正有葉 有顏色看 去到落葉 大概是兩個星期左右 如果你一錯過這兩個星期 就由油變沒有 看到前面的出口就是highway89 Cookstown 這個是真正Cookstown的小鎮 我用了三倍的zoom 否則鏡頭會太廣闊 東西就沒有那麼細緻 可以看到兩邊的環境 所以我現在用這個是三倍的zoom 穿過了這個攤子之後 其實每一個小鎮 通常會有這個 Foodland 作為一個supermarket 會有home hardware 這個建築材料譜 好 添加可頓當然不少 還有最重要的是 LCBO的走譜 每個小鎮這四大因素 必定有 好了 穿過了小鎮 就出到公路的段落 前面是一個比較高的山坡 現在準備下斜了 準備下斜了 是一個高處看下去的狀態 比較跳望得遠一點 是一個很少 繼續用我們三倍鏡頭 現在是89號公路 這個位置快要入到Arleston 這個斜路 前面經常有警車到處抓快車 因為這個斜路暗斜下去 有些人不知不覺 便會給油門快速 搞錯了 剛才那個不是三倍 是一倍 現在又用三倍 如果不用乘3 不用乘1 鏡頭是怎樣 現在是0.6 是一個廣角鏡 就算有樹木 讓大家看到也不會太清楚 其實拍攝YouTube這麼多年 我來來去去都是一部手機 最近加了GoPro 加上航拍機 就是這麼多東西 電腦我都沒有用到 電腦剪片會漂亮一點 細節一點 加到效果會更多 但那個不是我想要的目的 我是懶地做 所以我從來都只有一部手機 閉加火 落起雨上來 鏡頭出現有水點 現在兩邊都有很多田 有些田主會一年一度 搞萬聖節 搞一些 一個tour 讓大家進去田 玩鬼屋 那些恐怖東西 最近我看了一條片 Casaroma 是搞鬼屋 有人進去拍攝了 也挺長的 我看到裡面拍鬼屋的擺設 也挺長的 當然好像海洋公園 卡羅威 有些人扮演角色 出來嚇你 但也挺尷尬 其實你很清楚那些是人扮的 你很清楚這是遊戲 到底你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害怕呢 所謂希望在明天 轉頭又出太陽 這個世界真是很奇怪 天雨和天晴的時間 可以轉眼間改變 看見現在的天氣多漂亮 所以又打開鏡頭給大家看多兩眼 旁邊還有些農場 有些牛、馬、羊等 你見我由現在一邊拍 都好像不見有楓葉 左手邊已經是軍營的位置 那部份是屬於加拿大軍隊 在操練、跑步 或者有些實戰的地方 久不久又會聽到一些炮聲 開炮 我想都是射空彈 但給一些軍人做定期訓練 拍一棵漂亮一點給你看 今日主要的目的 上來的目的是 用這個戒邊的機 在草地的旁邊 沿著草地和石坡中間 行銀路中間 那些草很多時候泥射出來 就會生到出去 我唯有沿著旁邊 割開它 然後清洗多餘的沙 它有時候可以很多 我們都是 今天主要的工程都是做這些 然後 你就盡量刮走它 或者用剪數機 盡量吸一次 多餘的都要用人力 剷起它 至於樹上是有蘋果的 它狗不狗就掉下來 地上的蘋果 我索性 將剪草機調到最低 盡量低 在它走來走去 將蘋果直接攪碎了 這樣整條路就好看了 全部都是泥沙 離開了 樓市的東西千奇百怪 大家知不知道 這間是教堂 其實現在都是給售 大概五年前 我不知道它賣了沒有 當時五年前賣65萬加幣 有沒有興趣買一間教堂 回來做屋 也挺好的 高樓底 你看看 高樓底的高樓底 高樓底的高樓底 好像已經在地面 樓上一定是 入到主要是三角形高樓底 又有廣場 又有很大的地方 給你改動 裡面可以鑑成兩層 即是六十多萬 現在我不知道值多少錢 我相信幾年前的一個盤 應該已經賣了了吧 但由教會變成住宅樓宇 即是市區如何申請的permit 我就不知道 地段也挺大的 因為本身它是教堂 你要有地方給教友泊車 所以我相信 大概兩公頃左右 繞一個圈出去吧 一個圓圈 現在似乎都是一個沒有人用的狀態 到底是買了之後 還是說教會停了 項目不賣呢 不得而知 本來我們打算走 10號公路 藍落回到89號公路 但現在下去的話 剛剛就是Honda的員工下班 會是三點鐘 那裡會是超級繁忙 所以我打算現在在Angus 向東走 回到Barry的方向 下High River 應該會沒有那麼堵塞 你看這個鏡頭 會想起 現在溫哥華 他說有一個YouTuber叫做霞姐 好像是霞姐 很多人都有看 關於他講河馬的事 都講得挺有趣的 因為他一個長者 都有他的分析 說話很慢很溫柔 阿署長今天就跟你說一下 那個河馬 他這個人的心態 作為一個分析 作為他這種 他是有一個錄音的 他又會把一條行車片 或者一個行山去旅遊的片 作為一個底線 有了那些影像之後 他就在後面配音 說他那天要說的事情 有時都會說一下 在溫哥華去乘船 去買菜 或者去公園行的經歷 就好像現在這樣 你在看這些片 也好 但他要拍好多這些片 然後在後面Voice Over 去說一些話 現在我們是向Barry的方向 因為剛才沒有拍過這段路 我也拍回這個路程 讓大家看看他兩旁的樹 有沒有變色 去到Barry 其實想起很多年前 有一次我們找樓 我們自己在網上 經過網站看到一間樓 我們隨便找了我們 在Arleston一個Agent 我不認識他 我只走進去 我說我有間屋 我在Barry 我要Bit 因為當時的樓盤是比較旺盛的 簡直是用Bit 拍賣下價 這個來應用 我們便說下這個價錢 他說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說也好 因為其實在網上看過一些資料 他說我帶你進去看看 我們進去看完之後 簡直就下Offer 當然未必得成 當時是有更高的價錢 不過我們兩夫妻買樓就是這樣 往往都不是經紀介紹我的樓 是我們自己看完覺得OK去選擇 怎樣也好 自己也要早些功課 不要相信你的經紀 話說有一次我們買樓 那個經紀是未見過 我們找那個經紀 是因為我們認識他 我們找他 然後說我們想買那個房子 我說今晚就是下Offer Bit的時候 你來幫我們做好文件 結果那晚 來來會會大概四五次 走走滴滴 我們便必贏了那間房子 這個是屬於我的經紀 購買的經紀 都頗肥仔 在一晚間 他連那間房子都未看過 是我自己發現後 告訴他我要Bit這間房子 到最後都滿意 他又開心我又開心 始終我都要找一個經紀 代表我去Bit這間房子 他一晚間便能達到 那間房子樓價的 2.幾%的利潤 所以作為一個經紀 先要打好自己的人際關係 就好像處長這樣 我找他原因是甚麼 因為我覺得他都幾好人 就是這麼簡單 但做經紀千萬不要怕吃虧 有些你曾經幫過客人 或者甚至有雞毛蒜皮 只要他有一天 需要動用一個agent的時候 他會想起你 到今時今日 我自己有家人是做agent 當然我有這樣的損盤 我便會利益自己的家人 正式來到Barry的範圍 如果現在有很多華人搬上來 樓價便宜一點 要東西都有齊 因為所有政府大部門都齊 醫院又有 是一個大城市 前面路牌寫 轉去南邊 是400公路的南邊 我們便轉下去 現在這種鏡頭 乘三倍的鏡頭 不知道大家會否頭暈呢 應該都會 帶著Barry 因為有個湖的效應 冬天的雪 會比多倫多一點 現在我在HR400南落 大家可以看看天氣 是很漂亮的 那些雲層是有層次感的 在我右邊 看不到你們 沒錯 那是一個馬場 現在時速應該是140公里 HR400 在20年前對我來說 是很陌生的地方 我很少會來 要是北上去釣魚 四百北上 我記得可以去到 一個白球欣醫生的故居 大家知不知道白球欣是誰 話說當年打仗的時候 白球欣是加拿大人 他去到中國就醫 他是西醫 救助了很多中國人 所以中國對加拿大比較好感的 開頭 是因為有白球欣醫生 到現在也是 那你有沒有去過白球欣的故居 即是北邊 不記得了 可以搜尋一下 趁現在先講講閒話 最近我看一些視頻 話說在大陸 有很多人喜歡拍一些自駕遊 例如去西藏 總之去四川 周圍用一種旅遊模式 去自駕遊 拍下一些視頻 就可以擺起抖音 西瓜視頻賺錢 最近他們的計算模式改變了 原本是有三千元一個月 就變成剩下三百元 總之剩下十分一左右的收入 很多主播說找不到吃 唯有不做 但因為之前找到吃的時候 令到有很多人供車 供一部Mobile Home 供車 現在突然說收入大跌 很多人都不拍 或者是斷供車 原本是Win-Win-Saturation 可以玩 然後拍下影片 有人看 你有收入 但現在收入大跌 他們覺得不成一種 生財工具 當然我現在看得到的 不是西瓜視頻 是因為有人轉載到YouTube 在YouTube看 我又覺得如果大跌找不到吃 你便繼續轉播出來YouTube YouTube有人看 其實收入不比西瓜視頻 抖音視頻 那些東西 不過現在真正轉播出來 在YouTube 是否真的樓主 便成問題 有些我覺得是被人偷播出來的 先開機 左手邊好像漂亮一點 有些橙色 有些少少紅色 是這樣的 你們覺得今天的風業 是否可以 我覺得可以再遲多一個星期 再看 其實往往大家經常走的Dorn Valley Parkway 已經是很漂亮的了 你想想在山徑那裡 Pins Edward Island 不是 不是 Edward Garden 對 Edward Garden 在那裡走 其實都可以看到很多風業 它就等於Dorn Valley Parkway 那堆樹木 說回來而已 話說我看到前面有OPP 那些門那麼有趣 O-Venda O-Venda Transport 是怎樣的 是一代在這 看到嗎 在這裏 留下鏡頭後一點 一個個門 有五道門 好像監倉一樣 每人一個房間這樣運氣 是頗有趣的 有沒有冷氣呢 無論如何 我們待會再留下鏡頭 我們爬過了OPP 安省警察的O-Venda 運輸車輛 是呀 大家一定問 處長 為何你今天這麼有空 話說是這樣的 早幾天 我招呼了一位親戚 就來加拿大 吃了幾餐 跟著同一天 他離開那天 就有另一批親戚 同樣由紐約上來 但我也不知道他的行程 原來他只是住一晚 第二天 我中午跟他去大龍蝦吃了一餐 他已經要趕著起程 去滿地可那邊出發 他去滿地可那邊 就由那裏過海關 到美國 離開美國 即是邊境大概一個多小時 有個地方 他說是 冬季奧運會在那裏搞過的 我都不記得在那裏 他說 你有空就過去那裏 那裏我們有一間度假屋 這樣就可以住很多人 平時都是沒有人住的 你有空就想過去的話 可以去美國那裏 去一下那間度假屋 亦都告訴我 他在紐約住的地方 是有一間地方可以讓我安排 有位泊車有地方住 是很鬆動的 如果我下次有時間 我都可以去紐約一個行程 又或者去他那個度假屋 去這個滿地可以南 即是過邊境一個多小時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是甚麼 大家留言告訴我 是哪一個地區 但我又有甚麼玩 那個度假屋那裏 那裏可以人們去滑雪 以及去行山 行山 行山對我來說 已經是很遙遠的事 我想行山就不好了 Highway 400 我們出Highway 9 看看那邊的山林 會否有更好的風景 讓大家看看 嘩 這塊雲很漂亮 大家看著雲 會否有不同的幻想 覺得它像甚麼 通常就像米子年 現在正在使用這個 乘三倍鏡頭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它本身手機是有一個避震功能 不知它好不好 我只是拍了一段影片來試試 還有今天正式宣布 我的車已經正式走到30萬公里 我們都慶祝它這十多年的生涯 都盡忠職手 我最近和它換了四隻新鞋 它都走得不錯 現在我們在Highway 9 為了和大家走不同的路 我都嘗試找一些小路轉進去 讓你看一下一些人的家 是多麼有趣 住得很近城市 但偏偏又好像在森林裡面住 為了鏡頭不要太過差 我轉回做zoom out 先看吧 zoom out 後 有些路是沒有立青的 這段路是沒有立青的 這段路亦沒有資料 我們試過進來這裡 轉進來做Live 走走就沒有了 所以住在這裏的朋友 可能家裡的Wi-Fi 資料都收得不太好 你看見一個小路口 在旁邊的那些 都會有大閘 然後走一條很長的路 才能見到那間屋 而每一間屋 是好像在樹林裡面 包圍了 路都頗特別 這些路 橙雪不太優先 最遲才處理 這些是 我們旁邊又見到一些湖 那些湖應該是私人 但如果這個區 你要出城市去New Market 其實一出街口 就已經是New Market 會出了去Moolock 其實住屋方面 我並不喜歡太多樹 往往樹大後 有催塌的危險 然後有很多樹葉 跌下來要收拾 如果樹近屋 都是不好的 這裏的車輛不多 但有些人會懂得走 例如塞車時走捷徑 就繞過來這裏 終於見到蠟青皮了 剛才椅子那裏 我懶得開機 很椅子 把鏡頭都震了 你說處長 你明白有些屋嗎 是的 因為很多屋 都在一條小路走進去 才能見到這間屋 我要找見到它才能拍 但裏面是一個很私人的區域 這裏又爬山又下山 這條路多漂亮 這條路 那些蠟青路鋪到 就像一條絲帶鋪在地上 又上又下 大家知道 我打算在摩洛出發 誰知我旁邊的領航員 亂睡著覺 過了路口都不出聲 不如在這裏看看風景 結果我們逗逗一下 走出來18階 18階已經是Arora的區 所以 根據我們的領航員報道 這條18階 我們是向東行 是下不了去Highway 404 我們仍然要找一條街 再向南下才行 但我覺得沿途風景都頗漂亮 我住過四年佛仔 對我來說 住在佛仔我是不錯的 因為我幾喜歡西人的氛圍 他們之後大家見到面 打招呼 我覺得完全是很Nice 種族歧視Sorry 我真的不覺得 你只有自己歧視自己 西人他們會 就算我的英文不好 他聽不明白 就再聽多兩句 再聽多兩次 再不然手勢答夠 你要夠膽跟別人分享 跟別人說的時候 他們會想辦法 都去明白你說甚麼 我的車用了那麼久 換過三個電池 三套車輪 當然雪輪是另外有雪輪的 雪輪因為加拿大要有雪輪 所以夏天輪用的時間 又不是那麼長 對比對比 雪輪也有三套 其實應該換過六套 在30萬元生涯中 死氣股未換過 很奇怪 加拿大 即是不是 現在的科技設計 死氣股 沒有以前那麼快壞 話說我當時製造車時 很多美國車 他們的死氣股 真是不得了 三年左右就換一個 就穿空 無論你用Midas的牌子 或者原廠的牌子 甚麼牌子都好 它便容易穿空 但今次這輛日本車好像不錯 三十萬公里 十多年 我死股都未換過 接著就換過兩次Timing Bell 對 每次換Timing Bell 都會換水泵 那些東西 皮帶那些東西 所以實際的洗費又不是那麼高 領航員說 現在右手邊的紅色Toyota 很有型 我相信也是 可能是六零年代的作品 但是現在這輛車很難穩零件 我相信車輛那些便可以 但本身車門、門教等 都已經是極品 特別是它轉彎角的圓玻璃 車尾的圓玻璃 挺有型 現在你想買這塊東西 我想要找瓦加力膠片自己屈也像 這些真的是 買少見少的貨式 最終決定 我們決定是跟著條路一路走 向東 走到Canada的南落 不走到404也不錯 反正404到HV7那頭又是塞車的 咦?我走到最後是掘頭的 剛才過了Wood By 看看這條是甚麼來 這條是倭盾 是倭盾和 不是呀 又不挖 對面碰過馬路 還有可以走過去 先把過去 但是這個路口 要看清楚有沒有車來 靜悄悄暑過去 暑了過來繼續走 應該會適合得到 Canady 在這裏 住在這裏 空氣也好 有個停車 嘩 嘩 這條是甚麼街 嘩 看不到 先看看 哎呀 走到問一問 原來這就是Canady 傳說中 我現在在這裏 先住下去 那道領航員真的要倒閉 我們繼續走 咦 前面見到一個很高的斜路 好像一個跳台 時速70公里 大家看不見 跟著鏡頭 前面的斜台好像飛上天 不知道想怎樣 這個斜台 很斜 很可怕 現在我們斜上山 快到山頂 咦 山頂 跟著呢 又跳下去 又插水 插水 這個大上大落 是要現場才感覺到的 我只說 大家又上了 又上了 這個大上大落 頗糟糕 天空 成為一條 被樹木形成一條 V字形的縫 大上大落 來到這些 這麼偏僻的地方 就會想起一個問題 到底大家買樓的時候 是想住在很旺的地方 但是竇潤這麼小 還是一個很僻靜 裡面有一萬呎豪宅 但是離開城市很遠 你會選擇什麼呢 大家不妨留下你的答案 在片尾的時候 我會解答你我的選擇 記得以前經常走這些小路 最怕是動物 怕動物飆出來 你是防不升防 冬天會少些 通常夏天 那些綠在兩旁的草叢 突然跳出來 他們過馬路 是不會過的 你撞到它便很麻煩 剛才經過一個路牌 寫著已經進入萬錦市 裡面的人口是362,000 我想其實裡面的華人 比率都應該很高 你猜三分一有沒有 現在來到 其實我又扭轉軚盤 我過了龍 我在這裡見到一個很特別的建築物 跟大家繞進去看看 我不知道拍到什麼 給不給入 我都不知道 因為地址寫著11175 一個Public Welcome Open 9時至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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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一個建築物 相信是泰國的宗教 看到鏡頭這裡 盡量扭扭一點點 我又要繼續走 我盡量繞一個圈 我便出來 裡面我猜是 泰國的宗教 都頗近 因為近多人多 我們在萬感試 其實只是在Canady Road 它寫著Public Welcome 我便走一走 打理得很乾淨 繞一個圈都會出去 我又見不到有車 有些工作人員在這裡 有兩個人在剪草 接著又 entrance在那裡 咦 導航員 我們不如進去 entrance在那裡 我們不如進去問一下 看不看得價 拍不拍得價 我們剛剛問了工作人員 可不可以拍攝 他說可以的 裡面是歡迎參觀的 前面有個很漂亮的涼亭 這裡亦有些流水 我們便問如何進去 他說這個位置有個入口 你就進去 有些人在做冥想 我們可能不會說 如果不能說話 我不會說話 我只是拍攝 這個位置有個石碑 在這裡 我們不敢大聲說話 拍一拍 細細聲 因為很靜 我說真話好像很大聲 裡面真的很靜 看一看 大家不要說話 沒有人的 沒有人可以說話 是沒有人的 有個會堂在這裡 我想是 不知什麼教 因到教吧 我因為真的不知道 我只能拍到一個 莊嚴禮堂在這裡 現在是沒有人的 行前一點看 鏡頭我盡量拍慢一點 因為現在是徒手拿機 我沒有用穩定模式 可能會手震 但也拍一拍給大家看 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宗教 但加拿大是尊重 所有宗教人士 自己的信仰 他們不是坐椅子 到時候會鋪這些電 主要是 因為沒有椅子 只有電 既然不見到有人 這裡是隨緣落座 South Service Bookstore 大家因為捐獻 也是捐獻 沒有人長住 大家隨心去 如果喜歡佛教書籍 可以在這裏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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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碑士文 也有另一個大堂 也是沒有人的 沒有開燈 這是碑士文的位置 就是剛才大堂的底下 有些展覽的畫 有些展覽的畫 在這裏購買 出來後 這是我剛剛走過的時候 是比較 咦?我見到 這麼漂亮的一個建築物 所以我們走進來 看看 看一看的 旁邊見到位置 都是比較寧靜 還有一個 宗教儀式比較重的感覺 一邊見 所有東西都是打理得很乾淨 就很清潔 應該是洗滴心靈的地方 又不錯了 今天天氣多涼 我們還是上車了 好了 我們自由地參觀了一段時間 它沒有任何收費 除完落座 也是那裏 隨大家方便 前面一個大白色的缸 是一個石油氣瓶來的 這些地方 因為沒有石油 沒有煤氣管接駁 所以需要定期來這裏 入門這個石油氣瓶 讓它供暖器用 旁邊也有一個建築物 我相信是管理人員居住的地方 我只見到一位工作人員 在這裏 清理樹葉 清理樹葉 就是雜草 因為它寫著 Open to Public 我們現在又慢慢出回去 前面就是Canody Road 剛才那間佛廟 我覺得是印度裔朋友的佛廟 你知道佛廟有不同的種族 有華人的 可能有白人的 他們剛才那個 或者我們華人 對 剛才那個是印度裔的 走著走著走著 我們已經來到Bergler和Canody 我記得右手邊這堆屋 我曾經好像是航拍過 或者和大家駕車進去 當時還是一個木結構 剛剛起的時候 其實現在很多地盤 再開再開的都是住宅 做這個商業區 應該就幾難搞 都是賣住宅好些 我們走到這裏 應該是整條片的尾聲 我跟大家說聲 如果讓我選擇 剛才說的一萬隻大屋 不過是很遠的地方 還是一個旺的地方 但是是豆湯這麼小 我是寧願選豆湯這麼小 因為本身就算是大屋 你不會有多少個地方 你是經常去的 來來去去都是垂房 垂房 是這麼多 這兩個地方是最經常去的 最重要是有朋友來探望你 因為人是一個群體動物 生物 什麼都好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朋友 你才會開心 你發覺我們很多開心的事 就好像在我們 一個豆湯這麼小的車房裡發生 所以我寧願選擇 一個豆湯這麼小的地方 但是方便朋友來探望我 好,影片拍到這裡